合唱,尤其是歌唱,就是最天然的乐器 我从事合唱,自己当团员,到教学,到指挥,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,我很愿意能够分享出合唱的美好 那么尤其是合唱,是借着一个最天然的乐器,就是各位的歌喉 能够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歌唱的美好 尤其是在和声当中能够听到和谐 那么在人间关系当中能够学习如何与人相处 在舞台上的表演,尤其是在训练过程当中 或者是参加表演,或者是演出,或者是比赛 能够得到自己在舞台上的成就感,可以跟观众互动 我想这一个经验跟体验,我相信是在每一个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艺术美感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非常值得去尝试的 听全世界都在唱 欢迎小一到小六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体站上舞台唱出梦想 上网搜寻预言讲 破窍04-2260-3977 古典音乐台